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我有六个兄弟 但中国警方只允许我的大哥 在一段时间内参加我母亲的葬礼 警察告诉他不要联系我 否则他会遇到麻烦 我的母亲在中国的情势营地 是否因酷刑而死亡 还是因其他原因而死亡 我对此一无所知 他可能被折磨至死 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行为 在瑞典首都赐德格尔摩遭到抗议 国际民主党协会瑞典分 是瑞典灰狼组织和土耳其非政府组织 支持并参加了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组织的示威活动 其口号是当做穆斯林的声音 为维吾尔的自由而游行 这些组织的成员 聚集在中国驻斯德格尔摩大使馆前面举行游行 要求中国政府关闭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 据报道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计划访问朝鲜 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计划之后 面对美国长期制裁 朝鲜外交部长李永浩前往德黑兰 伊朗政府还宣布 面对美国制裁 伊朗可以退出防止核武器条约 马哈迪尔再次防华参加了中国一带一路国境合作高峰论坛 外界注意到 其此次防华立场有了很大不同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表明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并相信马来西亚和所有参与的国家都会从中受益 马哈迪尔在参加完为期三天的一带一路国境合作高峰论坛 准备回国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此前所有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协定不一样 不管大国还是小国都能凭起凭做讨论 并从一带一路中获益 沙特拉伯王储穆罕穆德未能收购曼联俱乐部 沙特拉伯原计划收购曼联 并希望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收购的曼城和卡塔尔拥有的巴黎圣日尔曼竞争 拥有曼联的美国格雷兹家族强烈反对此次出售 在沙特拉伯记者卡舒吉于2018年11月2日 在沙特拉伯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使馆遭到残酷谋杀之后 王储穆罕穆德关于此次收购的谈判陷入僵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